纪宫全传由紫妃博奖 第五十二回 美然宫拜请纪宫 慧英楼巧遇贼寇 话说柴元璐过去 把那上吊的人抱住 杜振英追过来一看 大哥你把花云龙拿住了 柴元璐低头一看 这不是花云龙 这是花云龙他老爷 杜振英说怎么 柴元璐说 你瞧这人 胡子眉毛都白了 这么大年纪 他还能采花吗他 两个人把这老杖扶起来 一个捶腰 一个呼唤 老杖醒来 老杖醒来 缓了半天 这老头总算透过一口气 一睁眼瞧了瞧 这老头勃然大怒 你们两个小辈 放着道路不走 多管闲事 柴头等老爷子骂完了 说老头 你真不讲理 要是我们俩在这上吊 你瞧见了 你是管是不管 这人也有见死不救之理啊 你别瞧我二人穿的衣服平常 你这么大年纪 你办事 你得考虑周全是不是 你这是为钱呢 还是因为受了人欺负啊 你仔仔细细告诉我俩人 或许呢 我们还能救救你 是不是 老头叹了一口气 哎 刚才呀 是我一时急火上心的 多多得罪了二位 我倒不是因为别的骂你们 我想我的事呢 就算告诉你们 你们也管不了 横竖我还得死 你们倒叫我受两遍的罪啊 柴头说了 你说说 到底是为什么事寻死 我二人既说能办 那就是能办 你瞧我们俩人穿的衣裳 像是乡下人啊 哎 我们可不是在你面前夸口 说句大话 不论什么事 我们俩都管得了 老丈说了 二位既要问我 好 请坐 听我慢慢告评 我本是傅丰县巨花村人 姓傅名有德 我们家主人呢 姓冯名文泰 在安徽敬县 做了一任的支县 哎 我们家老爷那可是清官啊 两袖庆丰 爱民如子 后来呢 在任上病故 官囊空虚 是一贫如喜呀 我跟着我们家夫人 公子小姐 扶灵舅 回归顾礼原籍 我家小姐呢 原本许配的是 临安城的官宦人家 这婆家是 立部的左堂朱大人 现在来信了 说婆家要迎娶 可我们家夫人啊 没钱给陪嫁 就派我上镇江府 去找我们家旧老爷 我们家旧老爷呀 在那做二府的推官 掌管刑狱 让我呢 去跟旧老爷 要二百两银子 给小姐当陪嫁 到了镇江府 见着我们家旧老爷 旧老爷一听 我们家老爷死在刃上 就埋怨我 为何不把我们家主母 送到他那去 哎呀 为难我们家夫人 带着儿女 过着苦日子了 后来呢 旧老爷给了我六百两银子 说五百两 给我们家主母 陪嫁姑娘 那一百两啊 给我 叫我呢 路上当盘缠用 看我这年纪大了 受苦也挺不容易的 我怕银子在路上啊 不好拿 我就买了十二定的黄金 做了个银搭子 就戴在腰里头 我刚才走到树林子 觉得腹中疼痛 估计是在路上啊 白天瘦鼠 晚上着凉 哎呀 这疼得不能走 我就在这树底下歇息 正发愁呢 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子 手里拿着根绳 问我为何坐在树下不走 我就说呢 我肚腐疼得厉害 他呀 给了我两颗杀药 叫万金钉 说吃下去呢 这个就能好 那我就吃了 可谁想到 吃了之后 我就睡着了 后来我醒过来一看啊 那男的没了 绳子在地下放着 我一摸腰间 这十二定的黄金也都没了 二位想想 我回去见了我们家主母 我怎么交代 我们家夫人本来就加寒 又要陪嫁小姐 激等着用钱 我有心再回镇江府吧 可见了我们家旧老爷 我也是无话可说 也许我们家旧老爷 还怪我私自瘫了这六百两银子 我左思右想啊 是前进无门 后退无路 不如一死倒也干净 哎 就管不了我们家夫人的事了 二位虽是好意救了我 我还是得死 这岂不是受二变的罪吗 柴渡二位一听 就知道这是技工耍的花招 知识我们俩来救人 哪有花云龙啊 柴渡一想 何不给和尚找点麻烦呢 向爸就说 不得啊 你别死啊 回头有南边来个穷和尚 你过去揪住他 跟他要银子 他要不给你银子 你就不叫他走 让他给你出主意 他肯定有办法 傅过有得一听 哦 有这好事啊 正说着 只见树林外边来了一和尚 穷 穿得破破烂烂 走路一溜歪斜 脚步亮枪 来得正是技工 一边往前走 一边嘴里还叨叨 你说我封 我就封 这封癫之症是大不同 有人学僧 封癫症 须下贫僧 酒一瓶 口中念念叨叨唱歌呢 柴渡路说了 师父 您老人家快来 傅友德一看 是个穷颠和尚 衣服栏珊 和尚过来就问 哎哟 二位 这是谁呀 柴渡二人把上述的事描述了一遍 济公就问 你们俩人有六百两银子啊 两个人说 没有 那你们没有六百两银子 你们怎么救得了傅友德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你们现在身上有多少钱呢 柴头杜头说了 我们两个人就这二百两银子盘着 您不是不知道 那别无一分零钱了 傅友德一听这三个人的话 自己想 我丢了银子 何必为难他们 他们也不富裕 想罢就说 你们三位呀 不用管我的事了 和尚说 嗯 也有不管之理 我方才呀 已经听明白了 来吧 我把套给你拴上 你好上吊 柴头杜头一听 哎哟 师父 您老人家怎么这么说话 你叫我们来救他 你老人家又不管 您总得想个主意呀 既如此 那好吧 傅友德 你跟我们走啊 直奔千家口 你瞧有人大喊一声 奔我来 那就是你的财了 傅友德一听 哦 既然如此 那我跟着师父走 三个人跟着技工 出了树林 一直往千家口走 还有四五里之遥 和尚一边往前走 口中说道 你会使怪别人也不呆 你爱钱财 钱生须带来 我命非你牌 自有天公在 时来运来 人来还你债 时衰运衰 你被他人卖 常言道 作善好笑哉 怕你无福难担担 使鸡毛把心胸坏 一任桑田便沧海 一任桑田便沧海 和尚啊 词儿挺多 唱着山歌 正往前走 来至了千家口的村头 呼听有人大喊一声 圣僧长老 您老人家可来了 弟子找您老人家 如同钻兵取火 碾沙求游啊 这人后边还跟着一位 两个人跑到寄宫跟前 双膝跪倒 柴头肚头一看 认识这俩人 前头这位 身高八尺 榜阔三亭 头戴粉楞红段 软帕绣金 绣团花分五彩 身穿粉楞红色剑绣袍 妖记思涛 薄底快靴 面如白雪 两道细眉 一双大眼 后边那位 头戴宝兰断色扎金 身穿宝兰断剑绣袍 妖记皮挺带 薄底快靴 面丝淡金 重眉阔口 三山得沛 五月亭云 海下一步 黄胡须 遮满胸前 外批 一件宝兰断的英雄大厂 这个乃是美然功臣孝 前头那位 姓杨 丹明勇 外号病福神 这俩人 乃是保镖达官 因保着一支镖 上曲州府 客人 王忠住在 千家口通顺殿 忽然 王忠得了 进口的利己 忙请了一位先生 来调治 又把药 用反了 这病症是一天 比一天重 王忠在床上 睡着直哭 想起家中的父母 自己有病 在这儿又没有 至亲的亲人 带着三十万两银子 宝货 倘若口眼一闭 岂不成了他乡的怨鬼 异地的孤魂 杨猛 陈孝 这两个 是忠厚人 看客人病得沉重 又是孝子 打算赶紧请先生 给他治病 千家口这地方 没什么高明的衣室 两个人去到 林尹寺问纪宫 到庙中一问 说纪宫 并未在庙里 细细探听 说纪宫 被人请到 昆山县去治病 杨猛 陈孝 二人无法 庙中留下话 仍回天心殿内等候 等了两天 也不见纪宫来 二人心中 甚为仇闷 今天出来闲步 偶然 听纪宫口唱 山歌而来 杨猛大喊一声 二人过去行礼 和尚说了 你们俩这是 打哪来呀 陈孝道 客人病在殿中 到灵影寺去 请您老人家 没见着 我们也不能走 求师父您 大发慈悲 救救他吧 和尚点点头 你俩人起来吧 柴头 杜头也认识 说 二位大官 这是从哪里来呀 陈孝一瞧 是二位班头 陈孝也乐了 哟 你们两位 怎么如此大班 柴头说 我们这不是 出来办案子吗 这几个人 跟着纪宫 进了村口 南北的街道 东西的铺户 陆西有一座酒楼 和尚站住不走了 此时六个人 是四样心意 柴头 杜头 想要办案子 拿画云龙 傅友德心想 有人大喊一声 我这六百两银子 得跟他们要 二位达官想 既功来了 好把客人 王中治好 就可以起身 和尚想的是 我见了酒龙 我就得吃酒 于是说 众位 咱们进去喝一杯 大伙虽然不愿意 但是也不好违背 众人通和尚进了酒馆 纪宫一看是 会迎楼 心中一动 要捉拿彩花 银贼 化云龙 在此等候 要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 分解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